花蓮市立幼儿园14号开学幼儿园特别举行的 义游同趣迎新派对活动 用欢乐的心情迎接新学期开始 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参加孩子们的开学日 除了现场发送开学礼之外 也祝福他们可以在市又快快乐乐学习成长 14号是花蓮市立幼儿园的开学日 也是小班新生入学的日子 为了让小朋友们都可以放松心情 幼儿园特别办理了义游同趣迎新派对活动 我们的泡泡球做出很多梦幻的泡泡棒 我们这次有安排了活动的关卡 除了有泡泡表演之外 还有你们看到的满满的皮卡丘 还有一个白色城堡跟梦幻泡泡屋 最重要的还有一起钓鱼的游戏 让家长在市又陪孩子度过一个开心的隐形活动 也让孩子对幼儿园的想象是充满城堡般的美好 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 发送恐龙造型水枪作为开学礼 同时也祝福他们都能在市又快快乐乐的学习成长 那我们今天总共有105位的孩子们来新生入学 那我们市又又多了学弟妹 那刚刚有做了一些大班跟中班的一些迎新 那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虽然我们都知道孩子们进来可能第一天会比较依依不舍 但是我相信经过老师的一个相处之后 我相信他们会爱上我们市又的老师 那未来也期许孩子们能够在健康跟安全的环境一起长大 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大手牵小手 边走边跳的通过步步高升的关卡 并拿起鼓棒在大鼓敲出声响 一鸣惊人 最后把小手押进印尼 在大树宝宝的海报上改上手印 完成入学的三道关卡 也象征孩子们正式迈向学习之路 也踏进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记者许立琴 华林氏报导